看起来就不好吃的带骨肉 几根鼻管面 橘色酱汁 加上几块马铃薯 和疑似是鸡肉的白色肉块 这东西给你吃你都不见得愿意 但这却是俄罗斯冬奥选手瓦斯内佐娃 确诊后隔离被分派的伙食 北京冬奥开幕才第三天 瓦斯内佐娃确诊不能参赛 却得吃这种东西 逼得他在IG上发文 说自己天天以泪洗面 被隔离环境恶搞的可不只有他 东奥德国代表队医师提到的埃瑞克 正是身披三斤的混合式滑雪选手 确诊之后隔离环境包含房间清洁 食物品质Wi-Fi都有问题 甚至还有选手连到底要不要被隔离 都不知道 哽咽到说不出话 这名比利时冬奥选手入境中国时PCR一减阳二减阴 原本以为就能参赛 却又莫名其妙的被载去某个不知道是哪里的设施隔离 到底能不能参赛也搞不清楚 还得发文朋友IG才让国际奥委会和比利时奥会插手处理 最后让他回到选手村 也许能参加11号开打的赛事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国际设施的一些问题 很多那已经正在解决 尽管北京冬奥不断承的三公问题已经解决 但当事人辛苦被降好几年受疫情影响 那是不可抗力 连食物这种原本不该有问题的环节 都被外籍选手爆料 北京冬奥能不能符合公平竞赛的基本 已经蒙上一层阴影 三地新闻 中午好报道